你们见过摸金游戏能做火箭撤离的吗 三角洲行动新地图航天基地必看撤离点教学 这个图真的超刺激爆率也超高 甚至玩了第四把就摸到钻石了 但是相对的撤离条件非常苛刻 前几次玩肯定要迷失 但是不要紧有我在 这个视频就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撤离 这个地图一共有三个撤离点 挨得都很近 两个条件撤离点跟一个行动撤离点 先从简单的开始说 第一个撤离点就是试车间 位于地图的东南角 撤离条件是丢背包 是地图唯一阳间一点的撤离点 不过这么肥的图谁愿意丢背包走啊 这个点为全局限制三名玩家 你可以通过剩余人数来判断有没有撤离过人 基本上都是打架输的独狼走 反正我不走 接下来就是重量级吧 拉闸撤离点 直升机着陆区 这个撤离点需要你同时开机两个闸 分别位于蓝室-1层和雷星室-1层 我来带大家走一下 相当的阴间 先不说这里是信号屏蔽区 不熟图的人找就得找半天 而且这两个点位也是核心资源点 也就意味着这图不清个两三队 能不能拉到闸都是个问题 在两个闸都开启后 再等五分钟撤离 撤离点比较空旷 但你可以在其他地方等 不算太危险 主要是拉闸难和等待时间长 跑路加等待 就要七到八分钟才能撤离 大家需要算好时间了 祝大家好运 最后就是可以做火箭的飞升者行动 这是游戏内目前唯一需要做行动来解锁的撤离点 这个行动在战局十分钟后开启 地点在大桥上 揭取行动后会有战斗机拦截可回收火箭 待火箭归位后前往发射台 上传破解程序 完成后需要驻守四分钟的发射台 期间会不断地有直升机运哈佛克士兵 有露娜的话就很好解决 往机舱里射一颗电剑 全员坠机 这里要特别当心狙击兵 一枪半血非常的恐怖 助手结束后可以打开控制面板 提前发射火箭 进入一分钟倒计时 顺便说一下 控制台是会掉大红的 这个撤离点总体来说耗时六分半左右 行动撤离点某种意义上要比拉闸撤离点安全 虽然会有超大动静 而且期间会不断地刷新AI 敌人想找你麻烦也难 我是觉得这个行动超刺激超好玩 最后祝大家把把猪大红成功撤离